说起中国观众最熟悉的日本演员 那就非石野浩二 石野浩二是在2000年就来中国发展了 一直在抗日剧中饰演日本兵 2008年成为湖南卫视天天向上的主持人后 熟悉他的观众就越来越多了 最近因为一档N年前的日本综艺 没想到今天石野浩二却被骂了 原因是石野浩二在日本综艺中吐槽中国人 在节目中石野浩二吐槽道 中国人没资格养狗 我在北京经常看到在小区遛狗的人 对于狗的大小便 大多人都不理不睬 满地都是 没人收拾 日本人遛狗 大家都会带塑料袋和纸巾处理干净 这帮人绝对不清理 不仅是宠物 最近就连人 都在外边随地大小便 一些网友就拿N年前的这个话题大体小做 觉得石野浩二是在吐槽中国人没有素质 今天下午石野浩二就此事在微博中道歉了 他承认自己言论有失分寸 以偏概全 他表示自己是中国女婿 老婆孩子都是中国人 中国是自己的第二故乡 辱华相当于在侮辱自己 但是还是很多人支持他说的没错 没必要在微博道歉 而且很多人根本就不适合养狗 社会新闻关于 没拴狗练狗咬伤人 事件还真的屡见不鲜 小区的路上狗屎 猫屎真的到处都是 半夜睡觉邻居狗叫个 不停被吵醒等等 这种不良的现象还真的不少 如果真的都做得很好的话 那人家还会吐槽 你觉得石野浩二说的在里吗